死亡的心跳 如果死亡只出现一次 我们就没有机会认识它 但幸运的是生命就是持续的生死共舞 无常律动 每当我听到山西奔腾浪涛拍案或自己的心跳声 就宛如听到无常的声音 这些改变 这些小死亡都是我们活生生地在和死亡接触 它们都是死亡的脉搏 死亡的心跳 催促我们放下一切的执着 因此 让生活中的我们当下就面对这些改变 这才是为死亡而准备的真正妙方 生命中也许充满着痛苦和难题 但这些都是成长的契机 可以帮助我们在情感上接受死亡 一旦相信万物都是恒常不变的 我们便无法从改变中学习 而无法学习会让我们变得封闭而执着 执着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因为无常让我们感到痛苦 即使一切都会改变 我们还是死命的执着 我们害怕放下 事实上是害怕生活 因为学习生活就是学习放下 这就是我们拼死拼活 去执着的悲剧性和嘲讽性 执着不仅不可能抓住什么 反而会带给我们最想要避免的痛苦 执着背后的动机也许并不坏 希望快乐也并没有错 但我们执着的东西 本质上无法执着 藏族人说 同一只脏手 不可能在同样的流水中洗两次 又说 不管你多用力 杀还是挤不出油 真正在心里接受无常 可以让我们慢慢解脱 执着的观念 错误的恒常观 和为求安全感而盲目追逐的一切 慢慢的 我们将恍然大悟 我们因为执着 不可能执着的东西 而经验到一切痛苦 就其最深层的意义而言 都是没有必要的 开始体会无常 也许是一件痛苦的事 因为这种经验是如此生疏 但只要不断反省 我们的心就会逐渐改变 放下变得越来越自然 越来越容易 也许要花上一段时间 才能够让我们的鱼吃沉默 但我们反省的越多 就越能够发展出放下的见地 那时候 我们看待一切事物的方式 就会改变 观照无常本身 还不够 你必须在生活中屡见 如同医学研究 必须兼顾理论与实物 生活也是如此 生活中的实际训练 就在此时此地 就在无常的实验室中 改变发生的时候 我们学习以一种新的智慧 来看待它们 虽然救习器依然存在 但我们本身却会有些不同 整个过程将变得比较轻松 不紧张 不痛苦 甚至连救习器 对我们的影响 都不像过去 那么令人震惊 随着每一次改变 我们会有些许体悟 我们对于生活的观点 也会越来越深刻 越来越开放 处理改变 让我们做个实验 拿起一个铜板 想象它代表你正执着的东西 握紧拳头 抓住它 伸出手臂 掌心向下 现在如果打开或放松手掌 你将失去你抓紧的东西 那就是你要握住它的原因 还有另一个可能性 你可以放开手掌 但仍保有它 你的手臂仍然向外伸展 只要把你的掌心向上 即使打开你的手掌 铜板 铜板还是留在你的手中 你放下手臂 而铜板仍然是你的 甚至连铜板四周的虚空 也都是你的 因此 有一种方法 可以让我们接受无常 同时毫不执着地享受生命 现在让我们想一想 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的事 人们时常是在突然感觉 失去伴侣的时候 才了解自己是爱他们的 然后更执着 当一方越执着 另一方就越想逃避 彼此之间的关系 也就变得越脆弱 我们时刻都要快乐 但追求快乐的方式 却那么笨拙 以至于带来更多的忧愁 我们往往认为 必须抓住 才能拥有获得快乐的保证 我们问自己 如果不拥有 怎能享受呢 我们总是把执着 误以为是爱呀 即使拥有良好的关系 由于不安全感 占有欲和骄傲 爱也被执着破坏了 一旦失去了爱 你所面对的 就只是爱的纪念品 和执着的疤痕 既然如此 我们怎么做 才能克服执着呢 唯一的途径 是了解他的无偿性 这种了解 可以慢慢解除 他对我们的控制 我们将了解 上师开始的正确态度 想象我们是天空 看着乌云飘过 想象我们像水银一般 自由自在 当水银落在地面时 仍然完整无瑕 从不与尘埃混合 当我们试着 依照上师的开始去做 慢慢解除执着时 大悲心就从我们身上产生 执着的乌云 纷纷飘散 真正的慈悲心 就像太阳般发出光芒 那时候 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就能体会威廉布莱克 这首诗的真意了 把喜悦 绑附在自己身上的人 反而毁灭了 长着翅膀的生命 当喜悦 飞去而吻别的人 将活在永恒的 朝阳之中 战时的精神 虽然我们一直认为 如果放下的话 就会一无所有 但生命本身 却再三透露相反的讯息 放下才是通往真正自由的道路 当海浪拍案时 岩石不会受到什么伤害 却被雕塑成美丽的形状 同样的道理 改变可以塑造我们的性格 也可以磨掉我们的棱角 通过各种改变的考验 我们可以学习发展出 温和而不可动摇的沉着 我们对自己的信心增强了 善心和慈悲心 也开始从我们本身 自然地散发出来 并且把喜悦带给他人 这个善心可以超越死亡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基本的善心 整个生命便是在教我们 如何发掘那颗强烈的善心 并训练我们实现它 因此生命中的逆境 都是在教我们无常的道理 让我们更接近真理 当你从高处坠下时 只会落到地面 真理的地面 如果你由于修行 而有所了解时 那么从高处坠下 绝不会是灾难 而是内心归一处的发现 困难与障碍 如果能够适当地加以了解和利用 常常可以变成出乎意料的力量源泉 在诸位大师的传记中 你会发现 如果他们没有遇到困难与障碍 就找不到超越的力量 西藏的伟大战士 格萨尔王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的流亡历程 是西藏文学中最伟大的史诗 格萨尔的意思是 无敌 没有人能够打败他 他有一位邪恶的叔父 名叫洛东 从格萨尔出生的那一刻起 洛东就想尽办法要杀害他 但每次都让格萨尔越来越坚强 事实上 多亏洛东的坚持 格萨尔才变得如此伟大 因此 西藏的谚语说 如果洛东不是这么邪恶诡诈 格萨尔就不可能走得那么高 对藏族人而言 格萨尔不只是一位武术战士 还是一位精神战士 作为精神战士 必须发展特殊勇气 具有睿智 温柔和大无畏的天赋 尽管如此 精神战士仍然有恐惧的时候 但他们能以足够的勇气去品尝痛苦 认清基本的恐惧 并且毫不逃避的从困难中学到教训 诚如创八人不切告诉我们的 作为一位战士 就是将追求安全感的狭隘心胸 换成非常宽广的视野 那是一种无畏 开放和真正英雄式的胸怀 那种视野更宽广的领域 就是学习如何在改变中获得自在 如何让无常变成我们的朋友 西藏生死书 今天就播送到这 感恩大家 通过善有仇公益众筹平台 支持大藏经精品语音工程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